今天和大家介紹一個由EC House成功配對的粉嶺山藝園單位 它是居者有棋屋計劃的屋檢之一 我們一起參觀一下 啊 裝修介意到這些問題 不用怕 即將來EC House的頻道裏 查詳講那麼多配對長席 這間屋已結白色做主調 看上去乾淨又寬敞 在一些細緻的位置 加入了一些屋式做點綴 令到整個效果多了設計感和時代感 門的旁邊設置了一個中空櫃 可以等護主一進門口再放下鑰匙 橫觀整個單位 以白色做主調配以黑色的點綴 增加時尚感 大面積的樓白亦都令到空間更加舒展 玻璃櫃門反射射當 就好像有點點星光一樣閃閃鬆揮 黑白分明顯得更有立體感 全屋的燈配上大自然的採光 很明亮很通透 很明亮很明亮很明亮 飯廳的獅子櫃 用了雲石背板 電視場邊有隱藏門 一齊進去看看 睡房延續客廳的白色主調 床邊的獅子櫃 塗塗陷可以放置護主的電話 或者小量的護膚品 垂直的櫃體可以拉高樓底 充滿著大自然的採光 書房在白色之外 加入了很大面積的黑色 效果中性又時尚 黑白色是一種男女通用 而且永不過時的顏色 是裝修設計最多人選擇的顏色 廚房沿用客廳的雲石背板 加入了部分的滲燈 而它跟客廳、睡房、書房不同的是 它加入了少許灰色的元素 配合滲光效果 感覺很乾淨 灰色是一種感覺沉穩 又吸污髒的顏色 加在廚房裡真的相當明智 玉色的門加入暗紋 增加質感 手盆同樣是用白色和黑色做主調 雲石飾養的長尊 亦都呼應全家屋的設計 在細節中盡顯質感 臨浴區微微提高了一級 除了方便排水之外 亦都低調地獲分了區域 到頂的鏡櫃 可以說是用盡每一寸空間 將戶外的採光 和家裡的採光融為一體 這樣的設計 是不是令你覺得好舒適好洗眼呢 這個可以飽覽大自然景觀的家居 是不是很漂亮呢 如果你都想裝修你家屋的話 就記得聯絡Easy House 如果想講多不同的裝修設計案例 就記得Clack我們的頻道裡面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asy House會因應你的預算 和你的設計風格 去配對三間適合你的裝修或設計公司 我們的配對專員不會幫你分析補價 當你選好公司之後 我們的配對專員還會陪你一齊見證簽約 確保你是明白合約的內容 並且同意才會簽約 在工程期間 如果你有任何裝修上面的問題 都可以問我們的配對專員 Easy House 讓你裝修設計安枕無憂 我想放上長度 但這個怎樣裝上去 咦?為什麼不是香港插頭? 那怎樣用? 咦?塞了? 糟糕 瓷盆的玻璃膠發霉 怎麼辦? 咦? outrageous 咦? 虛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